大家好 其实本来我是不太想录这条视频 等于是直接上罢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说出来能给大家一些经验 就说出来吧 其实都是过去的事了 昨天呢 广东梅州这边的一个网友 他也是家乡遇到了洪水 然后呢 他也是想出国来改变 他以前是做养鱼这一类的 但是呢 因为之前是有资金这方面的需求啊 他是办理了一些信用卡 所以他说他的真信不好 可不可以出国打工 首先我想 所说的真信 可能在我们全国的同胞 农村是不在乎这些的 因为他们很少去贷款 做什么的 但是在城市买房 买车 做生意 做贷款 你什么都离不开这个真信的 尤其是使用信用卡的朋友 可以讲啊 千千万万个人啊 在城市生活打拼的人啊 都非常非常在意这个真信 也不知道这个真信是什么时候 有了这个所谓的真信 不知道几几年开始的 大家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在维持着 所以我也是在这里讲我也是深受其害 因为当时我的宾馆是经营了13年 很稳 我每年都按时交税 按时报税 在20年那个疫情来到的时候 我是完全可以享受我们国家的最低的低息贷款 就是先用本金 五年是三年 我记得是民生银行 当时打电话给我 有几个银行都打电话给我 说国家有这笔 就是低息的贷款 可以先支付利息 后再还本金 对于做生意的人啊 这是完全可以周转的 但是也是疫情期间 因为工人没有到 我自己又每天都 没日没夜的忙着忙着 就是有几笔信用卡 就是忘了 忘了有的是十天八天 有的可能一个礼拜这个样子 结果就引起了我的真信 有污点了 就是在银行查询 你去办理业务 它会显示你有信用卡预期 即使信用不好了 所以我就享受不到 那笔很低的低息贷款 那是国家要给我们这些 小的企业家 小的商户 你只要有营业执照 你只要有正常的 就是经营的这个流水 你有正常的报税 其实在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啊 也是有看到 其实我们国家也很多次 给我们这些小的老板啊 就是类似于经营做生意的人 那种低息贷款的 但是呢 就是很多很多人 就在最后一个救命稻草 就是这笔真信上面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做生意的人啊 尤其是到了疫情期间 就是在亏本的状态下 大家都是会用信用卡 去周转 刷来刷去 给一笔手续费 然后去填 这样越填越多 你不小心有预期的 信用卡忘了还了 或者是延迟了还了 就上了真信了 就是你的真信就不良了 你享受不到任何的低息贷款 所以我最难受的 就是这件事情了 因为当时如果是 银行可以给我这些 说明我是一个正常 就是很诚信的商家商人 我是 其实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也是一个教训吧 我其实完全那个时候 我的店铺在正常经营 虽然是不赚钱 但是我的营业额是可以 可以还我的信用卡 然后还进去 再循环出来用的 但是因为我太忙 我真的忘记了 所以就导致于 我没有享受到我们国家给的那笔低息的经营贷款 后来我也在国外有看到过国家的一些政策 就是在疫情期间也好 包括到现在也好 都是有这些方面的政策 就是说有那笔低息的贷款 去支撑这些企业家 这些老板的 但是我也在相信 真正能发到商户手上的 能有多少个人 因为很多时候 在疫情期间也好 再怎么样也好 你没有可能说 你在不小心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 有过真性这方面的预期 应该都多少少都会有疾癖 其实给那些二手中介去办理 你却又能办得到 最深刻的有一次的资金周转是 其实当时是55万人民币 但是真正办到你手里的话 你要给七八万的费用 给那些仲介去办 他们可以正规的 从银行给你贷到那笔低息的贷款 咋询一下 有一些诚信经营 很诚实的去做生意的人 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可能会造成逾期短暂的那一种 还是可以给一些帮助吧 因为如果是一刀切 好像你什么都是预期一两天 或者是有一点预期记录 你正常的低息的房贷啦 贷款下不来 引发了很多人 已经付了首付了 但是你的贷款 房贷下不来 那首付就要扔掉 也逃不回来 能想象很多很多的人很惨的嘞 所以希望吧 希望这个事情的越来越少 也提醒那些用信用卡的朋友们 千万千万也是要注意吧 既然咱们国家有了这个政策 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了 因为如果是逾期了也不用害怕 努力的赚钱去 所谓的征信啊逾期啊 都是这些信用卡造成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吧 大家努力赚钱 然后尽量的能不用就不要用这个信用卡 我觉得是挺害人的 虽然说可能在以前没有觉察到会有一些便利 但是真正的下来 真的这个信用卡能不用就不用 同时也跟大家讲 在外国打工啊 就是你出国打工 它是没有什么征信这一类的限制的 只要咱们不是坏人 咱们出来靠自己的双手 堂堂正正的赚钱 没有什么的 加油吧